老许 你让老婆不要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 好 君子一言啊 听到男人的话 老郭就旋风般冲出了门 说你准备准备 今天晚上就冻房花烛夜吧 还没等老许反应过来 老郭就领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女孩才十八岁 而老许已经快四十了还一贫如洗 周围没有想要嫁给她的 但老许一看却慌了神 拉过老郭抱怨起来 你这个玩笑看得太大了 什么玩笑啊 你别马虎了 我连证明都开来了 先红的结婚证摔在了桌面上 上面已经白纸黑字的写了两人的名字 急得老许不止如何是好 这时女孩低着头走进来了 老郭笑眯眯的帮她放好行李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明年生个胖小子 可别忘了不请我喝喜酒啊 便离开了老许的破旧小屋 只剩下两人尴尬的面面相娶 老许一味推三祖四 并不是不想结婚 而是她的身份特殊不敢耽误了姑娘 老许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 她作为许氏大家族的长房 长孙 算命的说许邻君这辈子 一定会安享富贵 可上天就是如此造化弄人 解放前夕 父亲抛下妻儿独自逃往美国 之后没过几天 母亲病重去世 幼年的老许就此成为孤儿 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勤奋好学 当上了老师 可到了六十年代 因为出身问题被打成右派 又被批斗又被流放到山区 她曾躺在马厩里 遥望着蓝天白云 心里满满都是绝望 感到自己命运要一辈子定死在吃入柱上 而挂在狼眼下的马绳 仿佛在向她招手 她想要一聊百聊 幸好一匹马儿贴了过来 让她感到人事难得的一点温暖 这样的她 怎么敢和一个清白的女孩子建立家庭呢 万一有动荡 她就连累别人跌入深渊怎么办 这些心事她不好和刚认识的女孩说 看女孩不是这儿的人 远道而来可能渴了 马上给她倒上热水 又见女生不停地看着灶上的锅 她立马起身把粥全部倒给女孩 女孩推让着 又到了一半回去让老许一起吃 可老许只要了一点点 就把剩下的全留给了女孩 一直单身的老许连碗筷都只备了一副 她只得去掰下两根枝条做筷子 这让女孩不禁笑了出来 从包里拿出勺子递给她 两人也因此打开了花匣子 可聊着聊着 秀之就哭了出来 原来她原本有一门轻视 可她还没到对方就出意外去世了 四川老家又发生了饥荒 她为了逃荒偷偷爬上了去大西北的火车 原本想投奔这边的表姐 可表姐家也有了变故 她无依无靠实在无处可去 被老郭看到了 四川来的 哦 桃花来的 大叔 哪没有行好的人 你不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 我能干活 便把她领到了老许家 老许看着她说不出话了 知道这也是个苦命的姑娘 只想身体力行的对她多好一些 等他们两人吃完饭后就想洗碗 却被秀之抢了过去 争着一定要自己洗碗 这普普通通的一碗粥 已经让她认定老许是个好人 心甘情愿地嫁给她做媳妇 从这一刻开始 她就把自己看作了老许的家人 她还问老许哪有寄信的地方 想给我妈写封信 告诉她 我找到个家了 秀之洗碗时 老许无聊地出门喂马 她的心中还深深地不安 担心女孩一旦知道自己的情况 就会离她而去 而当天晚上 秀之半夜醒来 就情不自禁地大哭出来 你是不是 嫌我长得丑 十八岁女孩想嫁四十岁穷光蛋 可男人却推三阻四 你觉得这个女孩长得丑吗 竟让男人不敢接受她入门 其实男人是害怕自己右派的身份 耽误了女孩的未来 秀之 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犯过错误 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我这个人 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 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那你太可怜了 我不可怜 我命好 为什么 我看出来了 我遇上个好人 老许终于过了心里的那道坎 她轻轻握住秀之的手 决心要一定对她好 老许被打成右派的这么多年来 被批斗过 被流放到山区 还睡过马厩 吃过了太多的苦头 秀之的一戏话 让她心头涌动出热流 在我的生活中 忽然闯起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 终于来到了 她对我是这么信任 和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 好像她也等待了我好多年 隔天一早 秀之便收拾好了一切 家里既干净又喜庆 四处贴上了自己剪的窗花 看起来红火急了 老许也彻底换了父母样 只见她穿戴整齐 挨家挨户的邀请相亲来参加婚礼 慕名也都纷纷到喜 虽然生活都不富裕 但依旧给新人带来了不少礼物 老许和秀之这就算是正式确定关系了 老许没想到的是 秀之看似柔弱 却是个干活的盟手 一个人顶着烈日拖土坯 十天就做了两千块土坯 想把房子扩建起来 两个人都对新生活干尽十足 老许平常早出晚归 赶着去草原上木马 挣着十多天不回家 虽然体谅丈夫的不容易 看她还是故意撅起嘴埋怨 她怎么才回来 秀之笑着倒在丈夫怀里 还拿出自己的日记 献宝寺的让丈夫看里面的字词 她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 可在当过老师的丈夫身边 她也想积极上进的多学习 白天做完农活了晚上就读书 有不懂的辩论老许 两人一个在外木马 一个照顾家里 很快生活就有了许多好转 小破屋已经焕然一新 用土坯围起了一个小院子 家里还养了许多家禽 更重要的是 两人还有了个大胖娃娃 邻居看到了也称赞她 你怎么养什么成什么呀 连你家亲戚也养得那么胖 我的白好啊 秀枝听了美滋滋的 回去后就抱着孩子逗她说 面包会有的 一切会有的 生活越来越好 可老许心里一直有快隐忧 担心因为出身不好 就像以前一样 瞬间把美好生活都打破了 1980年冬天 生产队长到老许家 通知下午去队里报道 难道又要被批动 老许满是忧虑 然而去了才知道 自己竟然被平反了 不仅补偿五百元 还安排她 她到牧场小学教书 多年来的冤屈 终于得到了公证 她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回家之后 她将一幅中国地图贴在墙上 秀枝啊 从今以后 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 老许和秀枝 对现在的生活满意极了 乡亲们也纷纷来祝贺 他们想之后 终于能平淡地好好生活下去 可老许的父亲忽然回国了 要把他带到美国 当了40年穷光蛋的男人 忽然知道自己 竟是亿万富翁的儿子 老爸千里迢迢从美国回来 要他继承家产 你要是这个男人 愿不愿去当超级富二代 这个男人却十分犹豫 要知道在70年代 那时的亿万美金 比现在还值钱的多 他可是有随随便便 吊打王思聪的机会 老许和妻子秀枝讨论这件事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资本家 也叫企业家 那有很多钱咯 可能啊 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 一亿有多少 大概 能买一万辆汽车吧 提到汽车 儿子便生气地开始嚷嚷 爷爷的汽车 没出息 真情 妈跟你说 那是爷爷的钱 钱 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 花得才有意思 老许听着妻子的话默默深思 等儿子睡后 他问秀枝 如果父亲要带他走怎么办 秀枝说你要去就去吧 只要你愿意 那我什么苦都能吃 老许又问 那如果让我们一家人都去呢 秀枝却坚决地说 不去 中国这么大住不了了 还要去外国 老许开玩笑说 那我就自己走 让你在这儿再找个对象 秀枝却毫不生气 你走不了 我心里有数 你是不是觉得 我离不开你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知道 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 舍不得老乡 舍不得锅匾子 还有 你也舍不得他 是的 秀枝不愧是最明白老许的人 第二天见到父亲后 他心中对祖国的感情没有一点动摇 看着眼前这个穿着讲究的老人 爸爸两个字到了嘴边 又被老许咽了回去 父亲也不敢相信 儿子已经有了白发 和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可以想象儿子这些年过的艰苦生活 他心里也不是滋味 父亲直接了当对老许说 我这次回来 我就是要把你带走 老许没有马上答应 晚上 父亲在北京饭店点了桌最豪华的宴席 一顿就是八十多元 而在那时 一个工人两个月工资才差不多这价钱 老许迟疑着没怎么下款 他感到自己和父亲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因此父亲满是自信 相信父族的生活一定可以打动儿子 将他带到多姿多彩的美国去 第二天 他们三人去了舞厅 大家欢快地跳着迪斯科 女助理连连邀请老许跳舞 他却推辞不去 静静地在座位上看人民日报 临行前的一晚 父子俩又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父亲无法理解老许对集体的归属感 而老许认为 在中国国和家的关系太密切了 国的命运也是家的命运 对于老许来说 父亲早早地抛弃了他 是祖国的集体将他养大 牧场上的每个牧民都是他的亲人 而且他对祖国也满怀感情 父亲不再勉强老许 他也流露出脆弱的一面 父亲终于要回去了 临走前 他让许凌军多寄些孙子的照片过去 当年没能在许凌军身上尽到的责任 他希望能在孙子身上略有弥补 并且为他在中国买个墓地 百年之后他还要落叶归根 送走父亲之后 去邻居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这里有他用汗水浸过的土地 有的患难与共的亲友 还有他相如以沫的妻子 这里是他的根